來, 喝心點, 讓你喝, 阿敏 喝心點, 你喝得好 阿敏 你們真是演技一流 要不然阿龍告訴我 這件衣服是老闆娘親自留起的 我真是被你們騙得塌塌了 又關我阿龍甚麼事? 就是了, 你真是考慮我 阿三女, 要不要這麼勞 小事不就像你們那麼簡單 我現在簡直沒眼睛看 阿敏, 你留下來聽我們解釋 沈志豪, 你還好意思叫我留下來 你現在當甚麼?一家親嗎? 就算我是出來勾三搭四的女人 我也不會像你那樣的 家爺仔乃一家親, 還要加一支漢文 阿敏 我現在說得不對嗎? 阿敏 不是說甚麼, 每個人都想不一樣 這甚麼世界呢? 男歡對喜, 合得來不合得散 你老爸當然是揹兩頭住家 幾年來撲留他, 你以為我好自在嗎? 他們沒得到, 你們沒男人就算了 你們蛇鼠, 阿震 你怕甚麼說 阿笠是我的合法老婆 你是甚麼?你是女兒 你想干涉你老爸嗎? 忠祢這樣, 忠祢就哪個時間表 一、三、二、三、二、二、四、六天 離我老婆這兒, 公道就沒吃虧 你忠祢給老婆人家分不關我的事 可是我自己做夢也沒想過 自己的老爸要跟人家分分的 爸爸的事不用你來 不用我們來 那為甚麼要在我們面前 假裝好老公、好老爸 你打過份 我過份?我沒理由女人這麼賤格 敏 你到底要打他? 敏 敏, 你聽我說 你聽我說? 你冷靜點, 聽我說好不好 我怎麼相信你 我現在不是三歲的弟弟 不是被人家玩完哄兩句 沒事的, 我有自尊的 我知道被人家騙得很難受 但現在你知道了怎麼辦? 你看我的樣子, 你看我的樣子 那你沒見過男人老公 哭的時候我的樣子 雖然我不知道叔叔 平時怎麼對你 可是他口聲都提著你 就知道他多疼你了 剛才你們兩個這麼煞氣 又是他多傷心 我不想聽 我現在說甚麼都沒用 不過這麼多年來 叔叔沒說把你媽媽扔掉 我老媽知道 又沒說想把叔叔整份搶過來 你這樣說就說他們沒有錯 這對我媽媽很不公平 我不管, 我不會像你們這樣 一起來騙我媽媽 敏 你怎麼這麼晚還在街上 又幫人打釘呀? 比打釘還慘 不過叫了就別做了 要不就把三行佬都搶起來了 你看看你, 眼睛都紅了 是嗎?是不是不舒服呢? 這陣子的天氣這麼頑皮 很容易就生病了 我今天整天都頭尺尺 你三天不是兩天又說頭尺 每個人都怕了你了 怎麼還可以 我現在臉色很差嗎 看你萬大師還有我 不是啦, 明天我去看黃醫生了 你是不舒服的 我明天陪你去看醫生 你現在先睡一會兒 你也好休息了 媽媽, 還不睡嗎 我心裡睡得了 我心裡多了 幾十歲的人都沒試過這麼晚了 我把紙給你送給你 我把紙給你送給你 紙給你 紙給你怎麼包得住火的 門過世了 演戲這麼做 沒甚麼 押到尾都是我們不穿 回去認她低威 有甚麼就沒一聲吞下肚子 我還知道被你走了 你聽不聽到 晚了, 回去吧 回去吧, 回去吧 你很想我這個媽媽 以後不回來了 你還沒睡嗎 電視機吵醒了嗎 你爸也不知道幹甚麼 這麼晚還沒回來 讓我睡醒醒 不是了, 你給我打電話吧 不用打電話了, 他剛才打電話回來 他說今晚跟老徐下棋會下通宵 這麼大的人, 也沒來搭煞 他快要下棋抓到 連老婆子也不記得了 也了 也了, 翻了 也了, 翻了 我還沒說了, 也沒來 一定會, 最終終寫了 你真的多遠不知 我問他 我告訴你 又是他, 現在都不認識我 這次是他, 怎麼又有個好處 他要看, 他有個好處 他有個好處, 他不認識我 他有個好處, 他也能把他帶來 他也不認識我 就算你不認識我, 我也能過了一輩子 總之回去吧, 當老婆的 是呀, 有誰把老公分一半給人 幹甚麼 還不穿著這件衣服回去 看不看他睹眼睹鼻子嗎 我先把他打 沒想到, 這麼多年來的秘密 到今時今日才結束 到來, 又不是拿給我老媽子 我一整晚嘔吵在這兒聽我說耶穌 你怎麼樣?找他做有沒有聲音 見幾分都不吃 感覺到我都不吃了, 去找老婆看吧 你真是, 你一輩子都不夠運 我不跟你聊太久了, 我還要找人 火記呀, 馬丹 你這麼急趕去哪兒 去找個谷海敏 這個時候我不做醜人, 誰做醜人 小姐, 你越來越走 你這麼喜歡點人, 你還嫌我怎麼不夠 你幹甚麼, 下車吧 你這麼喜歡點人 你們兩個是不是坐車的 對不起呀, 大哥 開車, 謝謝 說吧, 我叫你說 其實有時候你也很惡心的 玩吧, 儘管玩下去吧 不過你也有道好, 又開不開心 一眼就看穿了, 像我那樣 其實我也不知道說甚麼來勸你 你不用勸我了 我現在的嘴巴也是很默 我等到我的心裡 對不起的那個是我媽媽而已 莫姨不是我親生媽媽 其實是我孤兒兒子 我自己的親生媽媽生了我之後就死了 我連爸爸是誰都不知道 梅姨不捨得送我去孤兒園 還很疼我 後來阿定叔 即是現在做看家的那個 其實是梅姨的老公 後來她上了一局白粉印 家裡還幾天不好 才送了我去孤兒園 你不是在那兒作故事吧 在孤兒園那段日子 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只有你爸爸 是他接我回家的 你不是想告訴我 定叔沒用 爸爸又同情梅姨 所以他們呢 就是這樣, 日久生情嘛 梅姨就這樣做了 你老爸的半邊老婆 十幾年了 簡直離譜了 這麼多年了我媽都不知道 我也不是笨的 不過可能一直這樣瞞下去 大家都好過一點 你這麼說話 只是想叫我瞞著我媽 可是你是很可憐 梅姨也很值得同情 我爸爸心得也很好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貼石心腸 我不可以沒下去了 你站在你媽那邊 沒人會怪你的 好, 吃飯了 熬通宵, 人家很醜 待會再喝兩碗湯 爸, 你還喝不夠西洋菜生魚湯嗎 甚麼?你為甚麼喝這種湯? 我告訴你很涼 二拉煲 真的嗎? 我只是弄它 明知道了 有時候多喝這種湯也會悶的 我不說不是代表我不介意的 我想給你一個機會 替我媽解釋得清清楚楚 我怕你媽受不住 你別以為這個藉口是無敵的 如果下次你再這樣 我不會放過你 我沒辦法怎麼做 雯雯 我鼻子打得你很痛嗎? 你也會浴尺嗎? 對不起, 可以了嗎? 我去睡覺 我去睡覺 甚麼事呢? 我是來見公的 我去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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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下吧, 蔣小姐待會見你了 謝謝你 我以前幫公司找這麼多事 怎麼算數 你這次搞甚麼鬼? 麗牌賽, Peter遭殃 我去睡覺 你別以為你可以藉手遮天 我叫Peter絕對不做事 阿明 是 叫石橋上來陪陳先生收拾東西 蔣文兵, 你真厲害 你接著來 隨時後交 你去睡覺 你去睡覺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是蔣小姐有甚麼事呢? 好啊 杜先生, 你可以進去了 進來 蔣小姐, 杜先生來了 請坐吧 謝謝 杜先生, 郭讀完工商管理 是 誰有興趣應徵做賺稿員 我對廣告有興趣 興趣和能力是兩回事 蔣小姐也沒試過我 怎麼知道我沒有能力呢 聽你們這麼說 我蔣小姐也很難服事 總之他就喜怒無常了 這些就叫做才女性格了 表面上是假裝瀟灑 其實是一件事都根根計較 他有寫上的東西嗎 你死了 你連他的大宗也沒看過 快點買八卦裝去看看 如果被他鑑定你不是那個女人 你就知道了 昨晚Peter給我電話 聽說他轉到東北 是不是有事的事 本來就是的 誰知道就被老廢爺搞亂了 真是不明白他這麼有把握 證明你是入行前 他跟東北老闆的故事你沒聽過 好了...被你們說得 蔣小姐真是像三頭黃鼻一樣 嚇得阿朗快要辭職了 阿朗, 不要聽他們說那麼多 他們那些人還玩廣告 說甚麼都是誇張的 相信他們三成都有多 我只能聽過故事 來, 吃東西吃 看來蒙先生也很有想法 省下我們的同事很多老汁 張小姐, 你說笑 如果我自己搞得好 我就不用拿那麼多錢出來 給你們美格來幫忙了, 是不是 阿Kent 由你來Present 這個想法是阿朗的 由阿朗說得比較理想的 好 我認為牛仔褲在中年人的市場 我們是不應該放過的 對...這點很重要 我看過威霸牌的牛仔褲 我發現他比其他牛仔褲是硬一點 還有厚一點 所以我就想標榜 他不是牛仔褲的牛仔褲 甚麼不是牛仔褲 他是牛仔褲 是, 可是我只是想用這句話 來突出威化這個牌子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明明是牛仔褲, 你說不是 那是甚麼呢? 裙子? 你這個廣告設計怎麼沒意思呢? 我不覺得沒意思 如果是沒意思 那是蒙先生看不出他的意思 你這麼說甚麼意思? 就是說我不認識 蒙先生, 你誤會了 蔣小姐, 我想你要好好管教你的下屬 我們走 蒙先生, 蒙先生 Ronald, 還不向蒙先生道歉 算了... 蒙先生, 蒙先生, 蒙先生 簡直是鄉下老一名 鬼叫有錢 他說地球是四方, 我們也要說是 可是每年連蔣小姐也要聽他的笑話 你真是有所不知 老法爺的信條是顧客永遠是對的 如果這件事我們不回家 你和我也結了 來, 一杯 怎麼樣? 蒙小姐, 就這樣說了 好呀…等製作完了之後 我約你來看影片 好呀, 全都指望你了 放心… 拜拜 朗哥, 這麼巧 蒙先生 我告訴你, 我救了那些財物道橋 有時候想的, 不用這麼死猴猴的 說威霸是牛仔褲之中的西褲 那是不是長得多了 走呀, 就這樣 慢慢走 Ronald, 有人進來 坐吧 給你簽名吧 嗯 你覺得蒙先生的辦法怎麼樣 他只是換個西褲兩個字 原則跟我的舞別 這件事就是教訓你 除了一條辦法好之外 %的手法一樣要好 其實我們對顧客就等於哄小孩一樣 如果他說要吃金, 你手上有個橙 要不你就打他, 逼他吃 要不你就告訴他這個是變種金, 哄他吃 你說這兩個辦法, 哪個辦法好一點呢 我也知道蒙先生在公司大廈 我是不應該得失他 好呀, 沒事了, 出去吧 好呀 一會兒一起吃飯吧 好呀 怎麼樣, 跟老闆吃飯全身不自然 尤其是女博士嗎 可能我剛剛讀完書 在你面前還是像個學生一樣 常常想知道自己得多少分 那你不怕考完試之後被人搶嗎 你一定知道他們叫我做佛爺的 我說沒聽過你也不會相信的 他們還說過我甚麼 這個試題很難答 你會不會答 他們當然是說我趕盡殺絕 沒有人情味 平時有空無事就喜歡罵人 還有, 懂得利用人際關係 所以才會有今時今日的地位 還跟很多大公司的老闆有不尋常關係 對不對 其實他們太看得起我了 說得我好像一個奇女子 不過無論如何, 我不會怪他們 每個人都有他的處事態度和生活方式 我覺得我不需要為了閒言閒語 改變我自己來遷就他們 老闆說的話很有道理 我今天約你出來吃飯 不是想向你解釋甚麼 也不是想利用你做播音筒 不過我覺得你做事不錯 所以我不希望你為了謠言 影響我們以後的合作 好幸好回來一步 不是整間屋子變成水塘 怎麼會這麼大雨 不就有它漏了 只要今天買了一間新的 水為財嘛 看人家 整天對著計算機 不是得所迷嗎 現在我們手上有三十個單位 你給我計算一下, 每層賺三萬 那就耐心算了 那不是賺九十幾萬 不是你猜的 明光是快要放手 甚麼?放手 我還要再入沙下的單位 還要進, 你別嚇我 明天呢, 火紙一出 樓價還不能上升 真的嗎? 當然了, 還有 我還計劃在利豐 間一節出來做地產公司 好過現在這樣 整天每天都要求人 你出來幫我 我? 我又不見得光 你忘了說甚麼 我當在街上請你回來做秘書 昨天一輩子都不放出你車行走走 你也知道了, 阿敏也沒問題 是呀, 說說阿敏 他真好, 這麼開通的 幫著我們 傻丫頭, 我也不敢說 他也是看心情 何哥 請問阿敏幫人吃飯 上次他聽見我說西紅菜煲生魚 他流了口水 好, 吃飯 最怕下雨絲濕的天氣 媽, 我那把膠樑拐起來 天對 法國帶回來那一把 那是踏子的巴士鞋 好心你呢, 很囂張 我丟掉了 那把鞋你真會丟我 快點, 遲到了, 百分九點了 又不是下雨, 下雨不一定會失車 怎麼會在廁所裡這麼久都不出門 快點, 粥涼涼涼 這麼淡的粥 是嗎?淡就淡一點, 淡好嗎?沒益 拿給你了, 拿給你了 在落邪坊的時候失去護濟 撞向前面的一家小伯 在小伯平面有三兩六女 其中一名老婦人, 情報連中 已經送到去醫院了 昨晚的一場蠔雨 令到港島一座新落城的大廈 其中幾個單位出現漏水的形象 脫戶被迫暫時遷離住所 現在的房子真是化妝 出現漏水情形的大廈 是位於港島中區的美麗村 在三個月前面正式地破的 追完價, 我一個先也沒賺的 考慮一下 那... 那我等你的消息 好, 謝謝你 妹妹, 怎麼樣? 放了幾個單位出來 霞姐說一個單位都沒動過 想不到現在有年紀 還會有化學樓 媽媽, 我早就說過了 炒樓的東西是不安全的 那麼投機, 竊得上來, 渣都沒有 沒想到, 等他高一點就放了 怎麼高得多又會... 想不到貪值得一個貧 萬一放不出去, 那我們就血本無歸 你瘋了 現在第一期漏水嘛 關我們第二期甚麼事呢 這樣吧, 必要的事就每個單位少少 都放出去, 一定有人要的 放心吧 好 為甚麼今晚又搞得這麼晚 很久沒試過捉起捉到這樣 媽, 其實你也很應該管我爸爸的 你爸爸到我管嗎 我們直接去寫字樓找到這個女人 跟他開談判 我都不明白你做大婆的 為甚麼這麼兇死能登 我老公有外語就有外語就有她 最重要是不要來煩我 每個女人都像你這麼大方 他哪有這種戲做呢 那是嘛 人家一妻不能夠配二夫 沒說一夫不能夠娶二妻 你真的這麼想嗎 我經常都叫他娶回那個女人 當然了, 他自己是古板 我真的懷疑你了解爸爸有多少 是呀, 我不知道他怎麼想的 他當然以為是我心胸窄, 口不對心 其實呢, 最重要的是那個女人 就是斯文大方, 跟他相襯 說得挺合襯的 相襯的就行了 你說甚麼 早知道你不介意我不會踢鬥 你說...你說... 你說你老爸外面有個女人 那你剛才說不介意的嘛, 是不是 我死了...我死了, 我不要做人 你不要這樣 我們都死了 吃完都回家了, 晚了 明天早上有空, 早點出去地產公司看事怎麼樣 我會了 謝謝 讓我喝光吧 那是誰呢 黑浩, 你告訴爸爸, 全都破了 媽媽知道了 阿蘇, 阿敏打電話來, 說甚麼都破了 媽媽, 你去哪兒 我已經沒有定期了, 我不走, 怎麼看 爸, 媽媽要走 怎麼弄得這麼大陣子 媽媽, 你去哪兒呢 我把房子還給你給我狐狸蒸 你不要亂想 那現在不是嗎 你屋床叫了十幾年, 你都滿得我夠 是...是我不對 可是初初又是你叫我... 你這麼說, 就是我自己拿來賤 你都算沒良心了 老爺, 奶奶 你們跟我主持共鬥, 主持共鬥 那你現在想我怎麼樣 我沒什麼想怎麼樣 有我就沒有他, 有他就沒有我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現在不錯了 那你畢竟是大婆 我會吩咐她叫她跪在那兒 喝一杯茶就叫你一杯茶 喝一杯茶就想換我半個老公去 不要這麼滋意 你捨不得他吧 那我請我避開你們 你這麼晚了, 你去哪兒呢 我去睡街, 我已經是半條人命了 你都不爭了, 死了他 爸, 爸, 現在怎麼剩下 剛才一天章算我, 要我娶兒兒的就是他 現在哭哭哭哭, 要生要死的就是他 我也不知道他想我怎麼樣 那就是我錯了 甚麼都是我錯了, 還行嗎 媽, 我跟你去, 媽 媽媽 我說走而已 拉都不拉, 留都不留 他心中現在還有我的 算了, 如果大家是不開心的 那就分開一下,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我在房間, 他在廳這樣不行嗎 他分明就被那隻狐狸精迷了 趁機想趕我走 爸爸怎麼會這樣做呢 他不會, 那隻狐狸精會搞他的 你媽媽現在被那隻狐狸精 和你爸爸踩上胸口了 你還幫著你媽媽 我不是說幫著爸爸 可是這件事你也要負責任的嘛 現在連你也站在他們那邊嗎 枉我一向那麼疼你 媽媽, 爸爸他就不會離開梅衣了 你一定不會接受他的 既然是這樣, 腸痛不如短痛 不如離婚吧 離婚? 我的命真是... 媽媽, 怎麼了 怎麼會這樣呢 你們兩個父女 究竟被那隻狐狸精 怎麼會圍著他們 給他們甚麼藥給你們吃 你都幫著他們逼我的 我幫了你甚麼希望 算了...我說說, 媽媽 不理就算了 媽媽 你昨晚怎麼樣 我找陪著他在酒店裡住著 那也不是辦法的 你教我怎麼做的 你最壞的是阿敏 你不要發女兒的氣氣 妹姐, 嫂子... 嫂子, 坐... 坐... 怎麼樣, 你有沒有幫我們發散給客人 通行都知道流水那件事了 怎麼會有人敢接手呢 好 我想你們要熬一陣子了 等一會兒燒淡了才行 或許事件事都會好一點 等一會兒有火子才算吧 好,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好, 我知道, 麻煩你了 我跟爸爸的關係怎麼樣 你也知道了 我明白的 我...常常看見阿叔和老媽子 一天倒黑就在眉頭 又想到其他辦法 逼著跟你開口 對不起 對不起 別這麼傻 又不是你不想幫我 是你想幫我都幫不了 後來又想人家快點 或者是五朗真人幫不來 百多萬要人相信 幸好李鋒 是向下永達上會的 他們答應我 多給我三個月的時間 希望有機會翻身 阿叔, 不如我陪你去找阿敏他們 你連我都煩到死了 要不然我早就去找他們了 媽, 你一會兒見到回憶 有甚麼不開心見城說 他那個人不錯 你呀, 手指咬出不咬進的 明知道他們兩個人住在這兒這麼久了 為甚麼不告訴我 你呀, 你真是樣子沒命的 難怪你... 難怪不讓我們兩個看他 阿敏 你這個死的, 你這個負貴精 放下他們一起在這兒, 你救我 阿姨, 別這樣, 你別這樣 你別這樣, 你別這樣 你別這樣, 阿敏 阿敏 媽, 你怎麼樣 對不起, 沒事吧 你沒事吧 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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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甚麼把我把媽媽放下 對不起, 我沒心 說過還把你們當好人 媽, 你沒事吧, 我們走吧 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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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敏 你這個女人, 沒以前沒以後 跟她懶得熟 她現在怎麼對你媽媽來的體見 不要這樣 你怎麼了 媽媽 我心裡煩燙 我幫你找醫生, 你先休息一下 郭海文在這兒嗎 不是 我是黃經理 黃經理, 對了, 我剛剛找你 我想再告幾天假 甚麼話 你是不是在做事 我們來搓 我們來搓 我媽媽她不舒服 我趕著幫她找醫生 你聽到我說話 我現在回來 補給你所有固塊紙 就這樣吧 你休息一下, 我很快就回來了 家樂酒店 請你502號房 黃經 你怎麼說要四五個營業回來呢 那邊的東西搞不定 早點回來吧 我們排鋪放在這裡這麼久 麻煩你 甚麼話 把那邊的房子押了給銀行 還有車行 怎麼會...怎麼會這樣 楊叔, 早幾天還聽你說 如果銀行肯延期, 你可以發得轉 那個朋友 本來說移民去加拿大 誰知道突然回來 要拿一些排鋪 當初勸你也不要越拼越大 人家說這種話有甚麼用 那不如將錯就錯 你胡說 你胡說 我這樣做怎麼對得住朋友 以後還要見人的嗎 不如那些事可以再熬過 熬不起是自己的事 那些是人家的血汗錢 人家信得我哥只放在我樹裡 這樣 這樣 這樣我們就... 甚麼都想了 千錯萬錯 他自己當初博得太盡了 你還真想想 你傻子 你還在哪兒 以前我也是靠駕駛的士起家 這麼多年沒有駕駛 年紀又大了 我才來駕駕駛的 小孩子, 個個都這麼高這麼大 不用我怎麼知道要猜 他... 吃得下魚就要抵得渴 爬得起就要跌得低 我沒有就這樣認輸的, 看著 這些東西我早就拿回來了 這兩天我們都沒辦法找個菊生 如果菊小姐你不介意的 我們酒店想請你去找點錢 好, 待會兒我下來了 好, 謝謝你 不好意思 你說你爸爸想怎麼樣? 現在當然是預備拋妻氣女 連丹也不跟我們賣 那些伙計也說找不到他嘛 想不養我們這麼自在 沒那麼容易, 我偏偏要你養 今天一號就對了 我去問他拿家用 你是不是菊太太? 是啊, 你是... 我以前那家士多的趙紀老闆嘛 我記得了, 生意好嗎? 你怎麼會這麼大?還要做移民 誰說我們做移民 今天市場的街坊怎麼這麼說 說你們買一家店做移民吧 先喝一杯茶 弄好了, 最後沒有 再生日安樂 叔叔, 你打算怎麼安排阿姨他們 他們還不知道 這麼大件事, 你怎麼不告訴他們 免得多兩個人擔心 反正現在他們都住在酒店 不就等遭到屋子告訴他們 阿姨… 開門, 開門 好像這麼敏 阿姨, 甚麼事 阿姨, 阿姨, 天台快要跳 死給你們跳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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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別吵架了 我怎麼去的 有甚麼事, 再去再說 還有甚麼好說 我死得不想你都喊出鼻子 你別說這種話 不是吧, 我現在幾十歲了 老公才說不要我 我怎麼去見人, 我死了很恐怖 靠… 我甚麼時候說過不見你 你就不贏 你盤著你們母女 埋在街坊裡交完結婚 你盤著我們母女住 誰說我們是宜萬德 沒有這種事, 你別聽人家亂說 連街坊也知道, 你們還不贏 我們無緣無緣無故要去買了大布 你說 是呀…我買了街坊去風流快戶了 人家說甚麼你都相信 你老公我破產了, 你們信不信 你也有信 這兒就算要死也就是我去死 沒有我們就不用弄成這樣 你不用死, 我去死給你們看 阿叔, 我去死 走開 阿叔, 你走開 阿叔, 你走開 阿叔, 你走開 阿叔, 兄弟 阿公, 我要你錄屎的 你不會死的 你不會死的 讓我死, 讓我死掉 阿姨, 別這麼進去 阿姨, 別這樣, 阿姨, 別這樣 要讓我們硬碰他 阿姨, 不要這樣 阿姨, 這個人在我們上面